阿加鲁将军连续失败 杀鸡王子要亲自出动 这次复活的画质兽是 蒙马像 杀鸡王子伪装成转校生 来到了光的去向 化名沙场金武 在课间踢球的时候 不断挑衅光 要光手们接自己击球 趁机将恶魔之力灌入球中 利用踢球将光挤上 因为光一直不服气 也让杀鸡王子能够对他造成更多的伤害 他和玛丽即时赶到 阻止了足球对决 这时巨大要赛传出警报 敌人攻了过来 因为光被含有恶魔之力的足球击杀 现在状态很不好 看东西都是重影 根本无法瞄准 而且现在的化石兽 是杀鸡王子用意念在远程操作 和以前那些化石兽完全不同 因为冰漩涡的能力 即便神鸟模式也没用 公平无法接受来听被打败的事实 因为没有及时撤退 被碎尸击杀 而因为这事 蒙马像离杀鸡王子太远 意念失去了控制效果 叫来听找机会击退了敌人 因为自己让公平受伤 光非常自责 而公平恢复健康的方法 就是战胜蒙马像 不过光被敌人打的 丧失了获胜的信心 这个时候 祖父想有酒造出现 把光打醒 说光变强的话 莱丁也会变强 他和莱丁一心同体 如果他失去了信心 莱丁也会变弱 为了战胜蒙马像 光开始了艰苦的特训 次日经过一夜的特训 即将开始决战 公平也醒了过来 这次为了能够完美的指挥蒙马像 沙金也会一起战斗 曾经过了一夜的训练 莱丁已经变强了很多 主要是针对躲开冰漩涡 但是沙金直接操作蒙马像 还是占据上风 莱丁被压在身下暴走 而且最关键的是 被恶魔之力打伤的身体 还没有恢复 视线变得模糊 不过因为公平的加油 最终莱丁变成了神鸟 一夜的训练终于获得了成果 神鸟眼中射出破坏光线 消灭了蒙马像的核心 最后用神鸟 交蒙马一分为二 沙金王子和阿加鲁将军 只能撤退 沙金王子失败后 根据多次和莱丁战斗的录像 得出结论 化石兽不可能是莱丁的对手 还是直接针对驾驶员更省事 夜晚明日相立这边 在睡梦中突然感觉到外面有人 外面是暴走族的邪牙 也是莱以前的同伴 曾经的莱没有说明 就擅自离开了组织 光在上厕所的时候 看到了莱离离开 也很好奇 他以前的同伴也跟了上去 暴走族的日常就是干架 这很暴走族 可能莱很久没有进行暴走族的日常 战莱有所减弱 陷入危机 光这时即日出现 因为莱有恶魔感知的能力 光希望莱回去 而邪牙一直喜欢莱 希望她留在暴走族 最终莱还是和光回去 同时莱开玩笑 对邪牙质问 是否喜欢光这个问题 没有明确答复 让邪牙误会她喜欢光 非常愤怒 想要杀死光 作回名而相立 拥有邪恶之心的她 被幽魔帝国看中 将邪牙改造成了化石兽 也可以称为化石人 这个化石兽有豹的头部 双手和肩膀像带刺轮胎 下身还有一个嘴巴 最重要的是 战斗中可以恢复成人类的身体 明日相立看到了变会人类的邪牙 已经明白了化石兽的真身 但是她并没有告诉任何人 不过在回到房间后 遭到了邪牙的攻击 邪牙认为自己无法对抗来听 用力做诱饵 把光约到了刚建好的游乐园 邪牙打算和光来一场暴走族之间的决斗 虽然光获得了胜利 但是邪牙并不打算放过她 直接变身成为了化石人邪牙 利这时醒了过来 对于邪牙的做法非常伤心 因为玛利不放心 叫神公司利驾驶布尔加也来到这里 正好缠住了邪牙 光趁机回去合体来听 而在这段时间 布尔加被邪牙抓住 来威胁赶回来的光 要他从来厅里出来 不然就摧毁布尔加 这时利站了出来 说邪牙绝对不会这样卑鄙 希望他像以前那样战斗 不过虽然放下了布尔加 还是有一种偷袭的感觉 来厅挣脱了邪牙 双方开始战斗 邪牙还可以变形 看起来像机车 最终来厅变形神鸟 顶着邪牙的尖刺攻击 彻底消灭了敌人 不管怎样 邪牙也是利以前的伙伴 光对利感到非常抱歉 上次作战失败后 妖魔帝国有了新的计划 首先进攻人类的城市 把来厅引出来 等来厅出来后 让妖兽堕落霉 把来厅引到水坝附近战斗 这一切都是为了 让战斗的余波破坏水坝 事情的发展方向 和妖魔帝国预料的一样 尽管来厅作战的时候 已经注意了要尽量保护水坝 不过他无法控制 多罗媒的尸体落到哪里 水坝被破坏后 尽管来厅希望堵住缺口 但沙尔水坝还是被完全毁掉 下游的城镇被淹没 这一切都是妖魔帝国的圈套 如果来厅作战 对普通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话 人类一定会亲自毁掉 自己的守护者 视台如沙尖王子所谅 各大报刊对莱厅骂声一片 不过在这片骂声中 有一名叫美戴子的少女 一言支持自己的偶像莱厅 沙尖王子为了激化 人类和莱厅的矛盾 搞出了和莱厅一样的化石兽 吉尔丁 光这边来见莱厅的小粉丝 美戴子 美戴子的眼部受伤 最近要做手术 预定好 等手术好了 要给他看莱厅 美戴子听觉异常灵敏 在吉尔丁的攻击前 就发现了敌人 也开始破坏城市 不过虽然确实造型是按照莱厅弄的 但是应该也不会当成一个吧 而且他不是应该去破坏城市吗 不知道为什么又盯上了光 因为美戴子提到过 攻击时听到了口哨声 让光根据口哨声躲避敌人的攻击 但是合体是需要咒语加特定姿势的 如果在空中待着的话 就会被敌人击中 话说这种合体太尴尬了 最终布尔加过来掩护 光才成功合体 不知道为什么合体后的莱厅 不去打吉尔丁 而是冲向大木龙钢特 这点画面和第二集的后面完全一样 可以说又重新放了一遍 我估计坐这集的时候 感攻严重 后面只能处复利用素材 最终莱厅开始和吉尔丁决战 吉尔丁也有造型类似天神剑的武器 不过按道理 吉尔丁应该是冒充莱厅 去进攻人类的城市 让人类抵制莱厅才对 这故事讲着讲着 为什么变成了吉尔丁和莱厅决战了 如果要打莱厅的话 不需要非要搞一个和莱厅一样的造型 最终莱厅变形神灵 干掉了敌人 总感觉这集坐着坐着就跑偏了 美代子的手术非常成功 莱厅也按照约定来到了美代子面前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